各位好,我是彭麗珊 港股在星期一的走勢就繼續偏弱 雖然早段時間來說,指數也曾經反彈過上來 一直都捱著50天的移動平均線,嘗試衝破 但始終的力度是不足夠的 總體上,港股在這一陣重新跌下去 20天線和50天線以下 整體的走勢不是太差 但又很難看到整體走勢轉回強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跟整個市 踏入11月,由10月底部升上來 始終沒有辦法拉動整個大市 成功升到上去26,500這些水平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過,26,500是整個恆指 完成一個頭肩底頸線的水平附近 沒有辦法突破頭肩底頸線 每天都未能夠令到大家信服 事件會轉回強 因為始終來講,恆指在今次的下跌底下 由今年2月的高位,31,183點的水平 一路跌下來,整個下跌形態 出來的走勢,雖然一級一級跌下去的同時 RSI也是由7月份開始 形成底背池的形態 但始終整個港股走勢 成交相對比較低下 沒有辦法令到投資者覺得在短期內 是一個充滿信心的入市 在星期一的港股底下 雖然全日的港股跌了98點 如果算回到跌幅,0.39% 不算跌得多 也看到成交額是1300億左右 未去到一個很大的沽額的情況 也看到投資者的入市信心不足 恒指來說,最終在星期一又再跌到25,000 這個水平以下收市 只報了24,911點 也看到股份的走勢也會繼續分化 跟過去一個多星期來說 恒指的成份股一部份升一部份跌 互相抵銷下,令到市市跌不下去 也升不上來 現在看回港股在星期一來說 整體的資金流向 雖然在恒指來說 仍然有正的資金流入 大概16億左右 但大家看到在收市的競價時段 確確是有比較多的資金跑出來 也可能顯示著投資者在短期內 未必是這麼直市 是願意入市 我們都相信現在來講 恒指在短期來說 仍然繼續維持上落局面 尤其是以現在看回 保利加通道的橫行 即是中族區 都是屬於橫行的走勢 也看到每天單日的波幅 一直都在收窄 令到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和底部 也都慢慢逐步向著 20天線進發 令到整體波幅收窄下 整個市也沒有一個 比較大的動力 是推翻上來的 以現在看回 恒指 仍然會繼續維持 在保利加通道的中族附近 繼續徘徊 可能在短期內 有機會跌穿了中族的時間 向著底部 慢慢進發 也不出奇 但是 現在來說 會不會出現 繼續一個低於一底的形態呢 我覺得現在來說 暫時的機會 不算太大 投資者可能都盡量 在短期內 選股份去炒 不要看整個大市 整個大市來說 方向就真的不太明顯了